哈囉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們的少女戰爭啦 那最近基本上我們這個同盟核戰 確實都變得非常非常好打喔 因為基本上就是 對面的這個成員 剩餘成員樹這邊都剩超少的好不好 但因為這遊戲基本上他的妹子還是做得不錯啦 所以我們就是偶爾還是會上來看一下 就是欸 最近有出什麼樣的新妹子 你看我們這邊 剩餘的成員樹我們剩9個 然後對面的話剩5個喔 沒問題 那基本上也還算是蠻好打的啦 就是他們最高的話是4045 那個我應該是打不贏 但是其他的話應該都還算是ok的 這個1626的話應該是可以的喔 笑死 但沒辦法喔 我覺得現在這個遊戲基本上太 就是比較少人在玩了 也是蠻可惜的 因為我覺得其實他的這個 遊戲玩性跟就是那個妹子的這種感覺 都做得還挺不錯的啦喔 那我們就直接繼續給他打起來 這邊的話直接跳過打移 沒問題 這樣的話我們應該就可以拿獎勵了好不好 你看這邊的話我們這邊直接 應該是835分 呵呵 我覺得他們對面應該是 不會來做一波反擊或是幹嘛的囉 應該是不會打的這樣子 然後其實我們的萌現代也是變得 就是比較少人在玩了喔 就是有參加的也比較少了 可惜 好 沒關係 但是呢 永遠 欸 遊戲少人玩也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永遠都是來 欣賞我們的妹子囉 那今天的話一樣有新的角色 要跟大家分享然後順便來看一下這隻角色 那個大圖阿 或是整體能力 推不推薦大家抽這樣子喔 因為我說真的其實 一開始你有先把一些角色抽起來的話 你其實 到後面的話就是 你真的是可以不用那麼的抽 因為 有很多角色你基本上要練滿的話 我感覺可能到 退坑的時候的話可能練不滿啦 感覺就很難練你知道嗎 就像比如說我們這個 曹操 喔不是曹操啦 這個我們這個 枝田信長 你看我們現在基本上 他的基金能力阿 他是我唯一一隻那個 玉城這邊算是有 點滿全部的你知道嗎 但是你看 黃金星魂我到現在都也還沒有點滿你知道嗎 所以就真的 不是 不是說就是 那麼的好練喔 然後其實 就算因為就是因為 沒有這麼好練所以你好像 一隊都練不起來 所以也不用這麼急的 一定要去抽一些其他的角色 除非那個角色本來就是 對你的胃口這樣的感覺喔 要不然其實真的 好像還滿難去就是 去更換一些東西的 而且 再來說每次在打副本這些的話 基本上其實 副本的敵人都強到一個歪掉啦 我現在不知道我到底 還能不能打得贏耶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關卡主線這邊的話就是 哼哼 他真的很容易就直接卡關了 我們來看一下現在可不可以 換個新關卡 這邊 這個推薦等級這個應該 看一下有沒有機會直接打過去 慢慢都還在有提示一些東西啦 所以應該是可以的 可以嗎跳過 可以 24-8過得去喔 然後我們之前就是這樣子 然後就一直掃一直掃 然後看一下自己 掃蕩過不過得去這樣子喔 然後 基本上有時候就會直接就是 敗陣這樣子 我覺得現在應該我可以再 打到更後面一點點 因為 我已經很久沒有按這個 遠征了喔 第24章 我應該實力是滿夠的 而且我們這邊還有這個 凱薩坦克喔 應該 前面這個坦克練起來的話應該是可以就是 幫忙砍不少東西 應該是ok的 坦克在這個遊戲的環節的話我覺得還算是蠻重要的一個環 幹嘛 卡很久耶 我以為我要輸了 因為通常都是要先把前排先打死 你把前排打死的話才可以就是 打到後排的這些人喔 有嗎 好像可以喔 欸 因為我原本裡面的 原本的坦克就只有那個誰啊 就是 倒雪而已 就是麗花倒雪 然後現在基本上 凱薩我們也把他拉起來了 所以應該是ok 然後又可以再升階 雖然凱薩還沒到達就是我們最高階 但是 跟這個搭配的話應該是還行喔 就是我們的坦克有慢慢的再 拉起來了 而且這邊的話都有一大堆 可以進化耶 喔我還沒有把他進化到最滿是不是 喔有這邊無法進化了 這應該是那個啦 就是我們等級已經 提升到一點點了 所以130這樣子 那應該是可以喔 我覺得我這個 主線這個增障的地方應該是可以就是在 用到更後面喔 來來來 我們今天先把這個 跳到一個最新 因為你刷到最新的這個地區的時候啊 你是可以可以就是 拿到更多一些獎勵的喔 就是你的掛機獎勵會比較多 這樣感覺起來是ok的 大家現在目前來說 主線已經推到哪裡啦 還是你們已經推開了 你們也可以跟這邊分享一下喔 還是最近有什麼其他一些就是 關於我們妹子類型的這個養妹子遊戲的話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在 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相信大家應該最近都是在玩那個吧 鐵道吧 因為這邊也都是在玩鐵道喔 但是 應該也可以再找個幾款就是新的這種 培養妹子的遊戲 因為我們少女回戰跟少女戰之刃的話 都越來越少人在玩了 哇我居然沒辦法推太遠耶 推到第16我就不行耶 這怎麼一回事 我們來我們來就是 自己打打看 不可能啊 我怎麼可能輸 對不對 來看一下喔 其實這遊戲的這個回合之戰鬥 我是真的覺得我自己 是真的還滿喜歡的 因為很有趣 而且你可以就是去 留招啊或幹嘛之類的都可以 可以嗎 好像有點過硬耶他們 怎麼一回事 刷 對啊他們也太硬了吧 好久沒看到他們放招式了 有死一隻了 然後這邊就是普通攻擊環節 喔好硬喔我的天啊 而且我們這邊基本上他是wave3耶 所以他會有 三個回合好不好 所以前面這第一回合 他們就硬成這樣了真的是 很難搞 第一回合就硬 應該幫幫 喔欸好打不贏了 你們自己看 他們打我們那個那個傷害量 哇哭了 什麼 好痛耶 呵呵呵 你們看 那個打我們那個傷害量是 怎麼一回事 痛到歪頭耶我的天 呵呵 呵呵呵好痛喔 麻痺嗎 有麻痺了 麻痺麻起來 好打死 然後這邊先留個奧義好了 然後刷爛 其實你看這個回合我自我就覺得做的還蠻好的 然後加上就是他們妹子做的很香 比較偏可惜一點點 好這邊奧義 凱薩 我真的好 真的真的好硬喔他們 這才WAVE2耶 然後你看他們打我們都打那個腰 腰獸痛你知道嗎 這到底要怎麼去扛 扛不贏啊 刷刷刷 K爛 好來了 換換他們的反擊時間 你看 我們這些是坦克耶 坦克被弄一弄就要沒血了 好扯 然後我們的趙雲被打是真的蠻爽的 因為他會有那個 七進七出 我們可以那個 可以用他來那個做點事情這樣 先來一個字田信長單體攻擊 刷爛 砰 然後這個 好像還行吧這樣 然後這個也是用這邊 然後剩下的我們就那個 剩下我們就是 單體攻擊打掉 這個打 然後打死 然後這個用一些 輸出最低的打 我沒死 還沒死 刷這個連後排一起刷 總該死了吧 好然後你不要想說我們現在 看這個還好啊 為什麼還會輸 我們待會打的那個 是 靠 欸好我終於知道為什麼會輸了 沒門了 哈哈 欸我們這兩隻被剁爛欸 哇靠 好來了 我們兩隻被剁爛了各位 沒得搞了 Oh my god 好快就被剁爛了喔 哭了 你看這個boss 感覺一點血都沒損 哇超痛 超超硬 可以嗎 啊哈哈 來囉 普通技能打 太多快暈眩 不過因為我們那個剛剛那個 會暈眩那個妹子啊就是會麻痺那個妹子 已經走了一個 所以兩隻角色在場上那個麻痺效果應該已經 喪失了 沙米拉姆別鬧 哇原來是我們在打他喔我以為他打我們怎麼這麼不痛 喔不會有暈眩到喔 不愧是信長 我真的覺得信長的能力 真的還蠻厲害的 暈眩達人 Oh my god 來囉 走起 拜託再暈一下 如果能夠一直暈一直暈一直暈我們就有機會打贏了 會不會其實我們前面有很多關卡都是 機率性的這樣一直暈一直暈啊所以我們才打贏了 拜託再暈一下 繼續暈 好 要下一回合了各位 哇就這一回合 大家都沒有奧義 哭了 然後他如果待會開個奧義我們全部被弄死我們就慘了 暈 沒有 死定了 好啦各位 我們要跟他說拜拜了 再見世界 美了 好我們今天要來到我們重頭戲啦 我們今天 有出了一隻新的武將 欸麻痺了耶 可以耶 麻痺了麻痺了 水水水 麻的好麻的好 這遊戲 我覺得這個 這回的戰鬥是真的做的還蠻好的 就是 但是他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他會賭那個啦 他會賭就是那個技能的運氣因為 我們這邊的話奧義是一定是滿足能量會可以開但是 如果沒有滿足能量的話就是拚那個技能就是要賭運氣這樣子 欸 他是不是又被我們暈還是幹嘛的 欸 他一直不對我們造成攻擊耶 賭到了賭到了 拜託希望你繼續被暈 好不好 嘿嘿嘿 他只要一直 這樣被我們搞就好了 拜託 應該要帶那整隊全部都是那種有沒有 都是要帶那種就是整隊都是那種就是會 會控制住的 但因為這遊戲基本上他還是有回合限制啦所以 你在回合之內一定要打死他不然你基本上也沒辦法 可以吧 再暈一下 沒有的話我們應該要沒了 暈 好 各位 再見 我們好像也沒死耶 那我們這樣是不是有機會跳過贏啊 欸贏啦 可以啊 耶 太好了笑死我 啊後面這邊可以跳過看一下 欸可以耶 所以有時候你有一些關卡你打不贏的時候啊你是可以就是 一直跳一直跳然後賭到這個成績 啊如果你真的不行的話你就是自己去打打看 啊輸了 好我們來直接來看一下我們那個角色了喔 今天一樣會 念一下技能給大家聽 來 這一次新武將是這個十田三層 OMG 他是在做運動耶各位 這隻角色好像 很早以前好像就已經有先看過了耶因為我記得他好像 我已經好像就已經 有看過這個角色的這個樣子了 他幹嘛做個運動還要被人家那個綁住啊 什麼就是 避免他逃走這樣子喔 好這是十田三層治療削弱跟這個 炎之死者喔來看一下 哇他的大圖很美耶我喜歡他的大圖 這什麼大什麼太極 對他的這個大圖好好看喔 有來有去 隨手揮出火焰攻擊敵方單體造成140%的這個傷害 並添加灼燒跟禁療的這個狀態 且在自身周圍形成火盾喔 然後假如攻擊的目標已經有灼燒效果的話呢 則會追加發動一次攻擊 攻擊敵方一排造成70%的這個傷害 然後灼燒的話是回合結束使對目標造成 十田三層攻擊力的這個12%的這個灼燒傷害 真實傷害持續兩回合 火盾的話提升自身20%的免傷率 和20%的這個反傷率 持續一回合 然後禁療的話目標受到來自於這個技能的這個治療與 恢復效果降低100% 然後持續兩回合沒問題 再來這個 地獄什麼 極樂弱喔 以爆裂的火焰攻擊敵方一排造成160%的這個傷害 並為自己增加火盾效果 然後而且對目標有30%的概率添加這個 靈魂燃燒禁療 如果目標是利英雄的話 則本次攻擊忽視目標10%的這個防禦力 火盾的話提升自身20%免傷率 和20%的這個反傷率 持續一回合 靈魂燃燒每回合降低2%當前生命和2%當前的能量 持續一回合 禁療的話目標受到來自這個技能的這個治療與恢復效果降低100% 持續兩回合 所以就是讓對面 很難去回血喔 好然後擁有這個專屬武器進化會變成這個 真地獄極樂弱 以爆裂的這個火焰攻擊敵方一排造成180%的傷害 並為自己添加這個火盾的效果 且對目標有40%機率添加這個靈魂燃燒跟禁療 如果目標是利英雄的話則本次攻擊忽視目標20%的這個防禦力 然後火盾的話提升自身20%免傷率和20%反傷率 持續一回合 靈魂燃燒的話每回合降低3%當前生命和3%當前能量 持續一回合 這就是扣%數了喔 然後禁療的話目標收到來自 技能的這個治療與恢復效果降低100% 持續兩回合 兩回就算蠻糗的 然後再來是個 謀略神 謀略神的話最終傷害提升10% 最終免傷提升10% 然後進化之後變成這個 謀略級 最終傷害提升10% 最終免傷提升10% 然後會加一個角色韌性提高10% 然後沒問題 然後再來是個 大一大萬大吉 角色三星後解放技能 登場時提升自身大招傷害5% 然後提升自身5%的增傷 和5%的攻擊力和5%的暴擊值 持續兩回合 這些buff都可以被驅散喔 並且自身免疫燃燒跟靈魂燃燒 自身免疫能量減少 施放絕技能量減少除外這樣子 所以目前來說的話 他也是不會被對面的自己的石田三能控制 然後再來是這個效果 沖橫神 沖橫神的話基礎生命攻擊 提升12% 然後進化之後變成這個 提升12%以外 還有這個角色韌性提高10% 然後再來是個 進化之後的普攻 進化之後都有這個絕技 有來有去轉 隨手揮出火焰攻擊敵方單體 造成160%的傷害 並添加濁燒 盡量且在自身周圍形成火盾 假如攻擊力的目標已有這個絕燒效果的話 追加攻擊 攻擊敵方一排造成 80%的傷害 原本是70然後變成80 然後原本是140%的這個 傷害變成160% 然後 回合結束的時候這個絕燒效果是對目標造成 十田三成攻擊力的這12%的這個絕燒效果的 真實傷害 12點回合 這邊好像都是一樣的喔 都是一樣 就只有上面那個不一樣 然後火盾的話是 提升自身20%的免傷率和20%的仿傷率 然後持續回合 禁療的話目標收到來自於技能的這個治療與恢復效果降低100% 然後持續兩回合 好 再來是大一大萬大吉絕 喔他 這邊的那個啦 就是他的那個衣服這邊顯示就是大一大萬大吉喔 登場時提升自身大招傷害10% 提升自身10%增傷和10%攻擊力的這個 10%的暴擊值 持續三回合 這些BUFF都可以被驅散 然後並且自身免疫燃燒跟這個靈魂燃燒 自身免疫能量減少 施放絕技能量減少除外 對我方對友添加這個 免疫能量減少 持續一回合 免疫能量減少 施放絕技能量減少除外 這樣子喔 再來是我們這個 最終奧義徵地獄極樂弱 無聲成灰 以爆裂的火焰攻擊敵方一拍 然後造成200%的傷害 並為自己添加這個火盾效果 且對目標有50%機率 添加這個靈魂燃燒跟這個靈療 如果目標是立英雄的話 則本次攻擊忽是30%的防禦力 原本是20% 然後火盾一樣是提升自身20%的效果 這個好像都是一樣的喔 有提高 原本是3% 現在變5% 主要是吃這個靈魂燃燒啦 因為他會降低他的那個 %數的血量 這個還算是蠻不錯的喔 但身體來說的話呢 他比較 沒那麼吸引哲平的這個技能模組 但是他的這個大圖真的好美喔 還行喔 好那這一次的話基本上就是我們這個 在做運動的這個石田三層啦 那大家 會想要抽這些角色嗎 還是你們已經沒在玩了 那也可以跟著你們分享一下 你們就以這遊戲的一些看法囉 那今天就先玩到這邊啦 我是請小小朋友再見囉 大家 掰掰啦 掰掰